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x是十數 那它問說,x滿足這個不等四 它的整數結共有幾個 那這怎麼做? 我就把絕略值把它移過來 把長度相移過去 就得到這個 3x-2 2x-2 2x-1 小的5 要解這個不等四 這個我令它叫做fx 這個我令它叫做gx 所以就變成 解什麼? 解這個不等四 fx-1 解這個不等四 好,那我現在把這個 x等於3x-2 加上2x-1 把它畫出來 這個等於多少? 我把這0點找出來 0點的話就是說 這個等於0的時候 x等於多少? 3分之2 3分之2 這個0點 這個等於0的話 x等於1-2分之1 這個等於1 x等於1-2分之1 2分之1 3分之2 這個都是正的 加起來的話 加起來是5x-1 2分之1 當你x等於2分之1 3分之2 2分之1 然後協力是等於5 你把3分之2帶進去的話 等於3分之10-1-3 這等於3分之7 也就是說 x等於3分之2的時候 它是等於3分之7 這3分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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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協力是5 再來的話就是說 x介於這個之間的時候 你把他帶進去呢 這個是戶的 這個是正的 所以就變成戶3 x加2 2 加3 2x加1 所以就等於 -x -x加3 這個x 小於多少 3分之2 大於2分之1的時候 好 或者是等於也可以 因為它連續 到x帶2分之1的時候 那這個y就等於多少 就是2分之1 加3 就等於2分之7 好 當x等於2分之1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是2分之7 好 這是2分之7 把它連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當x小於2分之1的時候 這個全部變號 它的呼號跟它剛好相反 所以是-x加1 這個是x 它是小2分之1的時候 等於也可以 因為它是連續 所以它協定是5 連起來 這個就是它的函數組型 再來這個函數組型多少 就是說 Zx等於多少呢 等於5 這個還數讀你多少呢 不對 5一過來就是8 這應該是8才對 Zx等於8 這個還數讀你多少呢 這大概是8 這多少 就是3.5 8大概在這裡 這是8 那這裡有一個焦點 這裡一個焦點 就是說 只要滿足 在這個函數圖定底下 這些都是它的解 這些x都是 所以它x的解 是什麼呢 是從這裡到這裡 到這裡 這個區間 都是它的解 這一點我把它瞧出來 這一點就是 這一個 跟這個的連力 這個是這一個 5x-1等於8 這條件是y等於8 那這樣的話 x等到什麼呢 就等於5分之9 5分之9 這是1.4 這也是1.4 另外這邊的話 是多少 是這個 是那個 負5x-1 加1 等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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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x等於多少呢 等於5分之負7 5分之負7 等於多少 這個是多少 515 584 應該1.8才算錯 1.8 另外這個是負1.4 這是負1.4 這是負1.4 負1.4 所以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都是這個不等式的解 所以我們就得到 它的解是 x 小有多少呢 小於1.8 大有多少 大於負1.4 所以它整數解有多少呢 整數解有多少呢 整數解有 負1 0 跟1 就是 介於這個之間的 整數的話 有負1 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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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跟1 負1 0 跟1 所以總共有三個解 有三個 三個呢 整數解 負1 負1